第三隻出現了 好可愛喔 老狗哥 這隻不是吳山儒的狗嗎 為什麼借來這裡 太可愛了 他叫爺爺 爺爺 人無其名 他是個阿公 十歲左右 十歲爺爺 也是被棄養 年紀大了嗎 年紀大了大家棄養 你們不要再棄養了 你在跟學生 我是在跟觀眾說 爺爺 就養了牠 不管年輕 活潑 還是比較文靜 還是牠老了 都應該是你的家人才對 因為你再怎麼養 最多就是二十年 對 最多二十年是很長 是你很幸運的狀況 對 那大部分狗可能十五歲 就很了不起了 不要再給我棄養了喔 好氣喔 我就要對哪一台機器講比較好 你可能每一台都講一遍好了 不要再給我棄養 這邊在找什麼 不要再給我棄養 左邊的朋友 不要再給我棄養 三次是 請願你不養也不要棄養 真的耶 請願你不養也不要棄養 然後因為今天我們就是想要 來這邊就是辦一個任養的活動 才就是希望我們可以一起合作 然後也就是 也有你們的協助這樣 所以我們今天呢有帶飼料 要來給你們這樣 其實狗狗飼料滿值得好好選 欸你們捐得滿好的耶 你知道有些狗狗牠會 對羊肉 肌肉 都會不同的過敏 哇塞 好重的 沒有 我很怕嚇到牠 我怕嚇到牠 這是含肉量滿高的 真的喔 因為通常大家捐 可能會捐 含肉量沒有那麼高的 相對成本會便宜一點 對 你們就是打噴喔 欸這是很接近鮮食的乾糧 然後很健康 吃大便也不會臭喔 有多少要試試看 怎麼可能大便不臭喔 可能還是會有塞鼻啦 真的啊 不然你等一下吃吃看 好 不要吻 來挑選 很重欸 牠其實很聽話欸 牠說你還在討厭 把他撥進去嗎 對啊 牠其實很聽話 呃 屁屁跟那個 油兔還有爺爺 那油兔是真的比較 外向 然後 又比較容易被 周遭的環境牽動情緒 所以應該可以判斷牠就是 比較沒有經過人類的飼養 那像皮皮就是 皮皮跟爺爺都有 牠們就曾經是 待過四祖的家裡 那可能你要領養油兔的時候 你就要花很長的時間 跟牠培養默契跟信任感 但是跟皮皮就不太需要 再重複這個過程 會比較快的 可以找到適合牠的家庭這樣子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